原坡岛 坡岛的tmmode 這個坡岛的結構 它的半徑 從軸心 圓心到這個 界面的半 內倒閉的 距離是a 就是半徑是a 那麼跟x軸的 這個角 我們算是phi角 phi角 這個軸呢就是z軸 從歐意直到這邊 就是z軸 現在我們講tm波 tm波 它的hz等於0 它沒有縱向分量 它只有 只有橫向分量 那麼ez不等於0 ez不等於0 我們就 我們就 假設 ez是等於這個 根據以前我們的經驗 這個地方 這個是 它只跟 截面的坐標有關 截面的坐標有關 這個是跟 重坐標有關 然後 這個式子 要滿足 這個微分方程 這我們已經用了好多次了 因為啊 這個 這個operator 它是對兩個 變數 做微分的 所以 這也是兩個變數 那麼 因此我們要解的話呢 必須要用分離變數法 假設 ezo 是等於這個 r就是大r 裡頭僅僅還有坐標r 大phi裡面還有 經驗 它有坐標phi 好 那麼我們 把這兩個 帶到這個式子裡頭去啊 我們前面有講過了 這個解這個 解這個方程式 其中有一個解 就是用這個 basal function 來表示 這是r 大rn 就是用這個 大r 用這個 然後 phi呢 就是 這一個 微分方程的解 這我們前面已經 講 basal function的時候 已經講過了 好 那麼 我們現在看看 phi啊 因為它是 周期性的函數 它的解呢 可以是sine nphi 也可以是cosine nphi 也可以是 這兩個 的核 兩個 任意它的 常數可以任意常數 然後組合都可以 但是n必須是一個整數 我們從 我們從 現在我們 隨便挑一個 比如說我們挑這個解 這個解 假定 它是這個解的話 就是phi 這部分是這個 那麼我們乘上r 它是rr 甚至大phi phi了 就是這個 這個解 那現在呢 我們在這個裡頭啊 我們說這個h不知道 cn呢 也是個位置數 那我們就要 把它帶到這個 這個微分方程裡頭去啊 就是說它的解呢 必須要滿足什麼 滿足這個 bondary condition 好 現在我們 用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 我們 這裡是transverse 就是說 橫座標上面的 這個 這個 電長 我們在 直角座標 就是迪卡爾座標 可以分成 EX跟EY 這兩個 分量 兩個分量 那麼 我們呢 可以把它 就寫成 這個形式 這個形式 OK 因為這個 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 它是等於這個 那麼 於是 我們就 說 像這個 這個operate 在這裡啊 這個operate 在del operate E0 那麼就等於 現在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 我們用的 圓柱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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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笛卡爾座標 以前我們講過的 笛卡爾座標 那現在圓柱座標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圓柱座標 就這個地方 這個字啊 我們現在用圓柱座標呢 它就變成這個字 以前是笛卡爾座標 比較簡單 那現在我們用圓柱座標 圓柱座標的del 是這樣的寫法 好 那麼我們寫出EZ來以後啊 那麼磁場呢 就可以用這種 我們以前用過的 就是說 我們還是可以用這個式子來求 結果我們呢 比如說我們寫出這個EZ了 EZ我們假定是這個東西 EZ EZ是這個 然後呢 就利用 利用這個 我們講的 10 但是16 到10 但是19 這幾個式子 把其他的這4個分量 求出來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 我這裡沒有做 你們可以回去 把它帶進去看看 比如說你對這個做為分的話呢 對為分的話 如果對R做為分 當然你對這項要為分 如果對這個Fy做為分的話呢 你這項就要為分 結果呢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 就不去做了 好 那麼 這就是它的6個分量 6個分量 那麼在裡頭 就是說我們 我們要把這個 γ 就換成 jβ 我們假定它裡頭的 界電值啊 是 無耗損界電值 那麼 jn' 就是jn' 是jn jn的導函數 這導含數 ok 係數cn 決定於激發的強度 那cn就是 就是說 最後我們可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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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你 起初是電場 就是電場的強度 如果起初是磁場的話 你也可以用磁場的強度 好 那麼我們現在 要看 tm波的本真值 要求這個h 那麼我們怎麼求呢 就是要從 就是 我們要 滿足boundary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說 r等於a的地方啊 ez虛為0 r等於a是什麼呢 就是內導體b 內導體b 那 對ez 來說 那ez 電場 ez是它的切線分量 切線分量 那必須要等於0 對不對 那因此 這個就是它的boundary condition 這個 ez 這個等於r等於a的時候 必須等於0 好 當這個等於0的話 那就是 r等於a等於0呢 那就是這個東西要 等於0 因為這項不一定是0 這個也絕對不是0 只有它等於0 那這個等於0的話 我們暫時不是看到它的曲線嗎 它有好多個為0的曲線 jnx有無限多0值 你看 你看 jn 每一個都是無限多個0值 無限多個0值 無限多個0值 OK 這個是 jn 好 再來我們看它的cut off frequency cut off frequency呢 它可以 就是說 前述我們不是講過一個 一個就是波導 一般的波導 關於是什麼形態的波導 它都有這個 cut off frequency cut off frequency 那麼 cut off frequency 我們用這個 用這個的話 那麼現在我們看 tm01模式 tm01模式裡頭 這個x 就是第一個0的地方 是在x等於2.045這個地方 所以j 第一個0值的地方呢 是這個j2.045 這個要等於什麼 等於ha 我們現在說ha要等於0 ha等於0 那麼第一個就是你在rA r等於a的地方 這個要等於0 r等於a的地方 這個要等於0 那麼在這個地方 它是這個值 那因此呢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 叫出它的h tm01mode 它的h詞 就是2.405 over a 就把這個ha 等於這個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好 那麼 接著頻率 接著頻率 它本來是這個東西 現在把h呢 換成 換成這個h 就是h 它的h value 那麼這個就變成它的 這個mode的節子頻率 那麼這個是等於 0.383a 看看 這個a應該在下面 應該在下面 就是2.405除2π 是等於0.383 0.383 OK 那這個應該是 a 跟號 mu y mu y 向長數呢 跟這個 guide wave的波長 就是我們一般的general equation裡頭 已經 general的這個 波島的特性裡面已經算過 所以我們這裡就不再算它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a應該是在下面才對 分母 好 現在我們看 t01mode裡面 n等於0的時候啊 它的電場啊 只有這三個電場不為0 這三個不為0 那現在我們看看 n等於0的話 n等於0 n等於0 n等於0的話你看 只有這三個不為0 ez不為0 er不為0 還有就是h5不為0 其他這兩個都是0 那現在我們要界面上面 在橫界面上面看電場 跟h場 因為它只有一個 橫界面的電場呢 我們就只看這個電場 er 那麼h場就只有h5 h5 因為這個是0 你看 這個電力線 電力線它是 是怎麼樣子變的 你看它的 在界面上面啊 這個是j' jn' jn' 那這就是j0' j0' 是等於負的j0 j0' 等於負的j0 ok 譬如說j0來說 j0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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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等於 2等於0的時候是最大 然後 r等於a的時候它是0 0 那麼 那麼 它這個是jn' n' 它是等於負的j0 負的j0 負的j0 負的j1 j1就不一樣了 j1的話 你看j0 x等於0 x等於0 最大 然後 到x等於a的時候呢 它是等於0 j1的時候就不是了 j1的時候 x等於0的時候是0 然後慢慢慢慢的變大 變大 慢慢變大 嘿 變到這個 這個最大字就是 就是在這個 這個位置 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電力線 跟磁力線 那麼 我們看磁力線 它是隨著 r部分 是隨著這個 j'r 它是隨著j'r 開始做 開始變 那麼 這個j0' 是等於j1 hr 那這個曲線是從0開始 慢慢變增加 所以磁力線的強度 是從裡頭往外面增加 所以它這個磁力線 你看在外圓 就比較緊密 上一次講到這個電力線 它也是這個函數啊 照樣是從裡頭向外頭 這個增加的 也是強啊 那為什麼這個磁力線 電力線比較密 這裡電力線這麼稀疏呢 它當時是在這個地方迷惑了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電力線呢 它是外面比較強 裡面比較弱 它這個電力線不是那種靜電的電力線 靜電的電力線就是說 我這個裡頭有正電荷 那麼外面有負電荷 堆積才會有這種 這種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是這個地方強 這個地方弱 那現在我們這個是感應電場 我們知道電磁波的每一個 每一部分呢 每一部分上面 它都有電場有磁場 如果磁場是增加的話呢 那個地方的電場一定增加 因為電場跟磁場的比值要保持一定 這個地方的電場跟磁場的比值 要跟這個地方電場與磁場的比值保持一定 所以這裡的磁場增加呢 這個電場也要增加 只不過它沒辦法畫出來 說我這個地方的電場比較小 這個地方電場比較大 畫不出來了 所以大還是越往外越大 這個是它的方向 電力線的方向 這是R的方向 那麼說到這裡 後來我就自己算了一遍 算了一遍 TN模式 我算了一遍 算了一遍 現在這個算法 也可以做一個示範吧 就是說我們 從那個Hammer-Holtz equation 我們已經解出 TNMode裡面的EZ 這個分量 那現在我們要求 ER跟E5 還有HR、H5 它怎麼做法呢 那我們就用這個 這是Transverse Component的電場 它是等於這個 Component是這個 R Component Phi Component 還有等於負的Gamma OVER H平方 DEL T10 那麼這個 現在在這裡 我們要用圓柱坐標 用圓柱坐標 因此呢 這個圓柱坐標 然後它的R DEL DEL 圓柱坐標 是這樣子的 Fhi 坐標 是這個樣子的 圓柱坐標 是這樣 它不是沒有R 這裡有的R 要注意 然後把這個EZ 帶進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微分 微分 因為它這個是R 那我們這裡呢 R可以當作一個常數 我們拿出來 那 這微分的話 就是JnProm HR 後面呢 只是對這個Cosine微分 所以就變成 負的Nsin5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 那ER就是這個分量 這個等於這個 那我們寫到這裡就是這樣子 那Gamma 就變成Jbeta了 Gamma 那Eφ呢 就是後面這一項 就是這個東西 Eφ OK 所以ER你看這裡 沒有錯 它是JnProm 是JnProm 那麼我們現在就是說 那H產要怎麼求呢 H產要用這個式子來求 那H 這個 這個 這個向量 是等於Ztm 分之一 Az Cross Az就是 波的傳播方向 而Ztm 它是等於Gamma Over J Omega Epsilon Gamma又變成Jbeta 那麼我們把這個Beta 變成Omega 更號 Mu Y 跟這個一約就變成這樣 這是什麼 這就是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就是Eta 就是這個 裡頭介質的Eta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Eta就好了 Az Az cross E 我們上面的兩個 component 然後把這個 cross出來 它就有A5跟AR A5跟AR A5跟AR Ephine呢 是這個 這個地方 AR 因為這個已經是H了 這不是H平方 這是H 這個不是H平方 是H H 我們就把這個H場 也求出來了 所以 它的這個 六個分量 就是這樣的 這個跟書上面寫的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麼 我們 這個地方 這個磁力線 就是磁力線是越來越強 電場也是越來越強 不過電場的方向是誰的 是R的方向 半徑的方向 OK 那這裡就是 這裡說 ER跟HR 隨著R變化 因為 它是跟這個有關 這個呢 它是從0開始 慢慢 它的值增加到R等於A 增加R等於A最大 因此 這個也是一樣 從內部開始增加 一直到 這個 這個 外 導體的 導體 管閉 OK 以前我們講 波導 模式 Tm MN T1也有MN 對不對 MN 是一種下標 它是表示啊 這個X方向 比較長的方向 我們永遠 把比較長的 代表X方向 長的方向呢 它半波長的 數字 數目 有M個 那麼Y方向的 半波長數目呢 有N個 那麼在 圓波島裡面呢 第一個下標是 是表示 PH方向 這個 半波長的 這個 半波長的 數目 那麼 第二個下標是 代表R方向的 半波長 數目 你看這個 PH方向 沒有半波長 通通通一樣的 那麼只有 R方向 它有半波長 對不對 好 那麼我們看這個 圓波長 T1波 T1波呢 就是EZ 等於0 E5不等於0 E5不等於0 然後 這個 我們還是要用這個式子 把它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那麼我們就可以解出 那麼 一個是 R R 大RR 一個是 大FIFI 這兩個還是跟前面那個 是一樣的東西了 不過它前面那個是電廠 現在這個是H廠 OK 那麼我們也把這個 把這個式子 這個是我們以前低卡座標用的 低卡座標用 現在用的圓柱座標的話 那麼這個DEL 就要換成這個DEL 我們剛剛寫過了 要換成圓柱座標的DEL 這個式子仍然是可以用 我們根據這個 你看這個 DEL 在圓柱座標 是這樣的 然後把這個帶進去 尾分 這個都跟剛剛那個 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就 稍微提一下就好了 就結出HX HR 跟H5 然後呢 我們把它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這個式子裡面的T ZTE 它是等於這個 我們把這個畫一畫 也是ETA 也是ETA 所以啊 我們就可以 還有就是 等於等於有BETA ETA 我們可以把它畫成 OMETA MU 然後就 這個帶到這個式子裡面的 AZ Cross H 兩個分量 然後變成這個分量 所以 ER 就是這個分量 那麼 E PHY 就是這個分量 課本上它是給我們這個 它沒有導出來 那我計算說 前面這個導出來 順便也導出來就好 那麼這個是我補充的 補充的東西 那麼我們可以得 假定 HT解出來是這個的話 那麼 其他的分量呢 就是這個分量 就是這 我們帶到10 再去 就是用這個 10 再去16 到10 再去19 那麼 我們可以除除這個來 好 好 現在我們看 它的條件 它的邊界條件 R等於A的地方 導函數 R等於A的地方 A數 T一波 因為它是磁場 磁場在導體表面 是等於0 磁場 不是 磁場的切線 切線分量 在導體的表面 是最大值 垂直分量是0 切線分量是最大值 那麼因此呢 我們說它切線分量 是最大值的話呢 那它對R來做微分呢 然後R等於A 那就是這個導函數啊 必須等於0 等於0的話呢 它才是有一個最大值 最大值 就是說它的斜率 等於0的時候 不是最小值 就是最大值 當然現在是最大值 所以 在這個裡頭 這個 它的0值 就是說 Jn'這個曲線 它等於0的地方 它列在10的第三表 我們已經知道了 它最小的一個 最靠近的一個就是 1.841 我們可以回頭看一看這個 n的1 11 11 1 是第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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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的接子頻率 我們還是帶這個式子 這個A是在分母 我們剛剛講那個A 應該在分母 這個是最低的接子頻率 從這裡頭我們可以看出來 T11模式的接子頻率 要比TM01的接子頻率還要小 因此TE11MODE 是原坡島裡面的主要模式 它是DOMINANT DOMINANT MODE 從這裡我們就知道 半徑 這個接子頻率我們還是可以用前面的故事 它就是等於 等於 等於 等於這個 我們就不去導導 巨型坡島 巨型坡島是等於這個 那現在呢 在原柱坡島裡面 它是3.41A 這是做一個比較的 那麼這個就是 電力線跟磁力線 那麼TE11模式的電力線跟磁力線 那我們現在看TE11模式 TE11模式 TE11模式的電力線跟磁力線 這是橫接面上面的 如果 這個都不等於0 這個都不等於0 因為它是1 是1 OK 那我們就看邪律 好了 因為在這個 接面上面 它有5 component 有R component 兩個都有 1也是有R component 5 component 我們就看它的邪律好了 看它的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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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我們看這個 這個筆是總而言之 是一個finite finite 然後呢 我們看看 1 1 這是1 這也是1 這個 就是一個finite 我們去看這個 這個邪律 這個邪律的話呢 那麼 這個是cosn5 這個是psn5 那我們 我們看看 如果是這個除這個 那這個也是這個除這個 這個除這個 這個就是cortangent5 這個就是tangent5 這個就是tangent5 這個圖 我們去看 橫 橫接面上面 電力線 這是磁力線 那當然我們現在不是 仔細去看它 我們只是 對一對它的斜律看看 對不對 斜律看看對不對 比如說 我們都拿這個 H2 H5 H2 H2 H5 那麼 這個都是定值了 那麼這個東西呢 cosn 它是tangent5 tangent5呢 在0的時候啊 h上 h上 h上是這個 h上 tangent5 0的時候是cortangent5 是無窮大 那麼到這個 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變成 cortangent 這個變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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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這個去 變成很大 然後這個是電場 電場是看這個 那麼這一筆是tangent5 tangent5的話 它是2分子pi的地方 這個斜律是無窮大 越往旁邊就是越小 這合乎tangent5的這個 這個特性 那麼我們看這個 由於這個牽涉到basal function 原坡島的衰減常數啊 不容易計算 這個 前面那個 我們講的 矩形的坡島 它的 衰減常數都相當不容易算 那麼在 我們現在用basal function呢 更不容易算 所以 就是形狀的形 圓形的坡島 與長環形坡島 規格相當的時候 二則 衰減常數 大小有相當的數量級 就是說 它不是完全相等 但是數量級是相當 OK 好 圓坡島有一個非常 特別的地方 就是 PEOP 坡 是衰減常數 請隨頻率遞減 請隨頻率遞減 PEOP的衰減常數 是隨著這個頻率 在遞減 所以 在這個R 這個 我沒有畫出來 R F的曲線上面呢 它只是遞減 遞減 它沒有一個 反曲點 所以 它不可能有一個極小點 就是 它一直一直小下去 一直小下去 沒有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最小點 沒有最小點 所以 圓柱 圓坡島中 其他模 其他模式 舉行坡島中 未曾有這種特性 這個是 零P 這是零的才有 其他的都不會有這個情形 這個只是它說一說而已 好 就是 現在 10 但是12 它主要要求什麼 10Ghz的信號 在空心 圓柱 導體管中 傳輸 如果要使得 接子頻率低於信號 頻率20%的話 那麼 管子的內徑大小 應該是多少 如果這個管子 傳輸的坡 在15Ghz以下運作 有哪些坡島的坡型 可以傳播在島內 傳播在管內 好 那麼 我們就看這個 TM坡的邊界條件 它的邊界條件 因為到這個地方 R等於A的地方呢 它的碑說 這個要等於0 這個我們再一次從表上就知道 它的第一個 0 N等於0的時候 第一個0的地方 它的值 是等於這個 乘3 乘3A 乘3A OK 這個整個東西 第一個0 它是等於這樣 等於這個東西 這個值是等於2.045 但是這個HA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H 就是用的TM01Mode 因為它現在要求 TM01Mode 01Mode 這個Mode 我忘記寫了 01Mode 的時候 01Mode 就是這個值 然後T1的邊界條件 是這個等於0 它是它的導函數要等於0 導函數等於0的話呢 那麼 我們就 看它的E1 E1Mode 就是 N等於1 因為 它這個 它這個等於1 就是說它這個是 N11 X11Mode 它是等於H1 D11 然後乘A 這個值呢 是等於1.84 2 因為我們要往下看 它的Mode 有幾個嘛 那麼 21 的話 它是等於3.05 接著頻率是這個 就是我們先把 這個東西 動出來 01Mode 就是這個 然後 11 21 OK 好 現在我們看 假設圓波島的半徑是A 主要模式是主要的接子頻率 接子頻率是這個 好 那麼我們去把 HT1 1 1.84 1 帶進去 然後 這個 被2π來除呢 是0.293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把 這個導數就是 光速啦 其實我們裡頭啊 就是 空氣啦 空氣的話 它的光速就是 3乘10的8次方 meter per second 被A除 好 這個算出來是 0.087乘10的8次方Hz 那麼 我們可以算出來是 0.8乘10的9次方Hz 這就是 8個GHz 8個GHz 我們可以寫成 8乘10的9次方啦 所以 跟這個約到的話 這裡就 這裡就 上面變成 上面變成 0.879 就是8個GHz 然後 10的8次方 約掉了 所以 從這裡就寫出 管子的內徑 管子的半徑 然後它的 直徑呢 就是2倍的A 對不對 好 part B 那麼我們首先看看 因為它的 截止頻率的比 只是跟這個H 不管你是哪個Mode 它分母都一樣的形態 所以呢 它的比就是比這個東西 就好 這個東西呢 它又 又跟這個成比 又跟這個成比 所以我們就有 所以我們就有 tm01 跟t2e 是這個東西 tm01 跟t11 是x01 跟x'11 的比值 那因此我們就看看 半徑 半徑為A A等於這個 的圓波檔 低於15個Hz的 節子頻率 我們都算出來 第一個 這個是低於 八個 低於15 對不對 然後 再來一個 tm01 tm01呢 我們就從這個 dm01 這個 dm01等於這個 乘上這個 這個乘這個 那麼 這就變成 這是Gigahertz Gigahertz 這Gigahertz 這個就是 這兩個值的底值 我們前面有一些 它就10個Gigahertz 10.45Gigahertz 這個也比15個Hz低 然後呢 再高一點的 這個 那它就是 21 它是等於 21 21 OK 那我們還是照比 它是x21'乘上 x21'比上x21' 這是這兩個的比 這兩個的比值 算是13.27 Gigahertz 這也比15個Hz 15 Gigahertz 應該是 少了一個Giga 少了一個Giga 應該是Gigahertz 15個Gigahertz 好 所以 這三個 是 小於15個Gigahertz 再來的話 這個再增加的話 那就比這個大了 那我們就不要了 因為它只要比15個Gigahertz 低的頻率 我們看圓形的斜正 斜正槍 圓形斜正槍 就是說 我們原來的這個圓柱的破島 它Z軸 Z軸 這個地方是空的 它只有這個空心的圓柱體 那現在我們把Z軸 前後兩個面 也用這個同樣的導體 把它圍起來 於是它就形成一個圓柱的盒子 就變成一個斜正槍 OK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斜正槍的模式把它導出來 首先我們看這個TM NPQ NPQ 我們用這三個下標 那首先我們就把圓柱破島的TM OP 模式 它的廠寫出來 寫出來 這分量我們前面已經求過了 這個 這個 6個分量 那現在我們一個一個求 一個一個求 好 首先我們去看圓柱 波島中電廠的Z分量 分別向正Z跟負Z方向傳播的 我們假定正的 它這個 它這個激發的廠 假定是CNPQ 這個地方是負的 就是向正Z傳播 然後反射坡呢 它的 大小是不一樣 跟這個不一樣 然後 這個是正的 這兩個坡 一個向正Z方向傳播 一個向負Z方向傳播 於是它就合成 合成波幣 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這兩個 共同向呢 提出來 共同向提出來 你看 JNHR cosN5 都一樣 提出來 裡頭就是 CN plus 這個 Exponential JBetaZ 一個是 CN minus Exponential JBetaZ 好 那麼 我們現在 要決定 這個是什麼 東西 以及 決定它的這個 決定它的這個 eigenvalue 是什麼 那我們就用 邊界條件 在Z等於0 跟Z等於D 就是 前後兩個導體表面 因為是導體表面 那麼 現在我們看的是 電場 那麼 電場是 垂直分量啊 要 最大 對不對 垂直分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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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的分量 在Z方向的分量 最大的話 那就是 Partial E Over Partial Z 這個曲線啊 它的斜路要等於0 C6等於0不是最大 就是最小了 當然這個是最大字 那我們現在就把 這個 對Z來做偏微分 把0帶進去 0帶進去 這就是C 做偏微分以後 有個負的 JBeta JBeta提出來就是負1了 那這後面就變成 這個 這個等於0的話呢 那一定是這一項等於0 因為最前面這個不見的都是等於0 那於是啊 我們就求出來 CN minus 要等於CN plus 然後我們把第二個帶進去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 這個 R現在呢 Z等於D Z要等於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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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D 然後啊 我們就把這個 CN minus 等於CN plus 也帶進去 帶進去 於是啊 這個 都可以提出來 Cn-等於Cn+, 拿出來以後 就變成負的exponential 負Jβd exponential Jβd 這兩個相減 就變成2-2j sinβd 當這個式子等於0的時候 我們知道 這個不能等於0啊 前面這個 R任意字也不見得 都是0啊 那只有什麼等於0呢 那一定是這一項等於0 這個是有時候0 有時候不是0啊 這個等於0的話呢 那我們就 βd 要等於qπ q是整柱 β就等於qπ over d 是這個柱 那麼β求出來了 Cn-等於Cn+,也求出來了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帶到原來這個式子裡面去 就得這樣的式子 於是在z方向的這個共振 共振的時候啊 它的這個觸迫形態 就是這個形態 OK 裡頭C0就是用 等於這個字 OK 這個會倒啊 以後都跟這個差不多 我們再講一個 我們其他的就 就跳過去 好 現在我們看 R分量 電廠的R分量 R分量 朝正V方向傳播的 假定是這個 它的amplitude 假定是Cn+, 它副方向傳播的 這是正確配的z 這是amplitude 然後合成波就變成這樣 那現在我們要用邊界條件 R在z等於0 跟z等於d 這兩個面來說呢 這個是切線分量 這個是切線分量 電廠在導體表面的切線 導體表面 它的切線分量要等於0 所以就直接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 就是Cn-等於-Cn+, 然後再把它帶 帶回去 這個帶到這裡 然後 現在 在z等於d的時候 這個式子就變成這樣 比如說這兩個呢 我們可以把它畫成-2 接上1 所以這整個式子 把2接什麼都 都搬到這個前面來 接成接等於-1 它就變成-1 它就變成-1 這個值-1 就直接-1 它有三個符號 所以它就是-1 最後還是-1 從這裡一樣的 beta還是-1 qpi over d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1 這個component 它是-1 這個值-1 然後我們把beta呢 帶進去 然後把這個2 Cn-plus 把它變成C0 那這個 這就是R component 其他component也是一樣 電廠的fine component 對z來講 也是切線分量 所以 也是一樣 這兩個 假設這兩個正方向傳播 副方向傳播 合成波 以後呢 就是這個 z等於0的時候等於0 z等於d的時候等於0 那我們就得到這個 這個我們就不足形象 因為都一樣的 然後看磁場 磁場的R分量 對z等於A跟 這還是一樣 假設一個正 朝這個正方向 一個朝這個副方向傳播 這兩個ampage不一樣 合成波是這個 好 現在 1R對z等於0 跟z等於d的面來說呢 它是切線分量 切線分量 然後磁場在導體表面 切線分量是有最大值 好 這個有最 在z 這個方向 切線分量有最大值 那就是它對z的partial derivative 就是它的斜率要等於0 所以我們把這個式子 對z來做一個偏微分以後 等於0 那就得到這個結果 然後還是一樣 偏微分 在z等於d的地方也要等於0 那於是就有這個結果 這都一樣的算法 所以我們就很快的看過去 所以最後這個跟c n-等於c n plus 帶進去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果 這是hr ok hr 這個應該 這個等號 沒有對齊 其他都一樣 我就不講了 其他的一樣 那麼phi 他的 他的 子長的phi分量 也是切線分量啊 所以也是 這個 導含數要等於0 我們就導出這個值來 好 現在 我們呢 就把這幾個 通通寫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地方來 就是斜正坡 這都是鑄坡型態 書上沒有導出來 我直接把它 導出來給各位看 除了這個是0之外 因為它是 我們假定 這是tm 為什麼 好 那麼 我們現在看 在tm0 1 Q 01Q 2 0 4 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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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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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就是這個模式,僅存的三個component,我們寫出來在這裡 好,現在我們看,不但是零一,Q也等於零的時候 Q也等於零的時候,只剩下兩個長分量 因為你這三個分量裡頭,Q等於零這個sine這個就沒有了 那只有什麼東西呢?Ez跟E5,對不對? 只有Ez跟E5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重提一下 那個,就是告訴我們這個 J0的話,0是最大 這個是第一個0在這裡 那是J1的話呢,它不是J0的prim,要等於-J1 J1確實在x等於0的時候是0,這個最大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這個,橫接面 電力線跟磁力線 電力線跟磁力線 我們就看這兩個,現在就剩下這兩個 好,在這個面上面 Ez,這個是電力線,在這裡是打X的,打X進去的 實力線的密度,你看它是J0這個 J0的話呢,當中這個地方最大 X變大的時候反而變小 X變大的時候變小 所以它圓R的方向,它的電力線就越來越稀疏 越來越稀疏 好,那麼,phi,h5,h5它是等於J1這個 J1 J1的值啊,你看,在0的時候啊 是0 0的時候是0 慢慢變大,慢慢變大 往外變大 你看看這個 從這裡頭,往外 它的磁力線的密度是不是越來越大 對不對 越來越擠,就是磁力線的密度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mode 它的電力線跟磁力線 然後,重接面 重接面的話,這就是前後 就是前後 就等於說 我們在這個的一把刀 這樣子切下去 這樣子切下去 OK,要怎麼切 前後,這樣切 從這裡,往這裡,這裡切下去 這裡切下去 後往前看 那電力線呢 是R為0的地方最大嘛 然後,越往旁邊就越小 電力線越往旁邊越小 這就是這個 這個mode 這個mode的電力線跟磁力線 好,那麼現在我們看這個 這兩個component 這兩個 電場與磁場 它的時間的相位 是承證交 使得協證槍內 沒有功率的耗損 沒有功率的耗損 這個 我們其實就可以看出來 它這個 電場 比如說我們要算這個 其實它就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鑄坡 其實就是一個鑄坡 鑄坡的話呢 它不會行進 所以它始終就 就存在那個地方 它存在那個地方 好,那麼 H廠 H廠 跟這個 電場 現在我們看 現在我們看這個 H廠跟電場 我們知道這個 如果要算平均功率的話 我們就把ER XH5 STAR 應該說 這個 這個是cos 這個是sin 主要就是它這裡有個j 如果我們 把時間部分沈進去 這裡有個exponential jωt 這裡也有個exponential jωt 那麼j呢 是等於exponential j二分子排 所以這個二分子排 再歸到這個exponential jωt裡面去 後面這個時間的相位 就比這個要 超前一個90度 超前一個90度 超前90度 它就有這個特性 電場最小的時候 H廠最大 電場最大的時候呢 H廠最小 0 它的平均值就是0 所以 因為它的時間相位是正交 OK 所以它的時間 的平均功率啊 就是0 就是0 OK 好 這個是 這就是相位的關係 實際上 邪政槍 這裡 是說理想狀況之下 它沒有功率的耗損 但是啊 實際上 邪政槍的 金屬幣啊 它傳導係數啊 不是 無限大 不是理想導體 它是有限導體 它不是理想導體 它是這個 它是一個 這個good conductor而已 所以表面的電阻 並不是0 所以金屬呢 它會有功率的耗損 會有功率的耗損 這個耗損呢 就使得邪政槍的Q值啊 達不到無限大 因為你儲存 如果你都沒有耗損的話 只有儲存的話 它就是Q值無限大 因為它分母這個等於0啊 你現在這個 這個有耗損 那它就 就 不是0了 因此呢 它就 那Q值不是0 我們現在要求Q值的話 我們現在要求一求這個 TM010MOD 它的半徑場是A 前後的這個 導體面的長度啊 是低 我們看看這樣的一個 導體 我們共振槍 它的這個 Q值是多少 我們選擇 我們搭配 這些 我們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